搜救人員在五層樓建物倒塌後的瓦力堆中 台出已經遭活埋五天卻奇蹟生還的工人 現場瞬間響起一陣掌聲 這名幸存者是南非開普敦喬治市的建築工人 從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他所工作的正在新建中的五層樓工地 週一意外倒塌 現場瞬間移為平地 只剩下厚厚的塵土飛揚 當下工地內總共有81名工人 其中13人不幸死亡 29人順利脫困 還有39人下落不明 搜救隊徒手挖掘 擔心重機具進駐會誤傷身還者 5層樓工地倒塌 事發5天後搜救人在進行 家屬交集等待 不過這名工人能在遭活埋116個小時後 奇蹟生還 無疑是搜救隊的一技強心針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 App 在这些人 有些人 都不可能 要求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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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要求你